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今天跟大家分享 你看到什么 是祝福还是咒诅 我们进入陀拉学习的第47周 所以今天要特别来分享 如何用神所赐的眼光 看待祝福和咒诅 你看见你生命中的咒诅 是隐藏的祝福了吗 如何选择祝福的生命 本周陀拉学习的题目是 意思是 这在生命纪11章26节 看啊 我今日讲祝福和咒诅的话 都沉迷在你们面前 第27到28节 你们若是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 就必蒙福 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 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 去依奉你们素来不认识的别神 就必守护 圣灵纪11章26节 看啊 我今日将祝福和咒诅的话 都沉迷在你们面前 在这里说看啊 希伯来文是 Re'啊 He' 他是一个单数 说你看啊 而代此在你们面前 却是福祖 意思是 每个人都要亲自看到 祝福和咒诅 这将影响 整个以色列社区 所有以色列人都要对彼此负责 Re'er的意思是看 告诉我们要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 看到生与死 祝福与咒诅 如果选择生命 拥有祝福的生命 这是耶和华神透过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话 如果出于神都是好的 那么咒诅是什么意思呢 神在这里称自己为Anohi 就是我 当神称自己为Anohi的时候 他指的是他的本质 比他的任何名字都更伟大 那么他的本质与咒诅有关吗 那么这里提到的咒诅是什么意思呢 拉比解释 希伯来文的咒诅这个字 可以翻译为另外一个字 意思是和他的交换 意思是有祝福 然后有替代的 暗示咒诅是从祝福中演变而来的东西 因此是同一本质的另外一种形式 因此神明记十一章二十六节这句经文可以解释为 看啊我给你一个明显的祝福和一个隐藏的祝福 因此不能简单的将咒诅成为咒诅 而是暗示我们在生活中所经历的邪恶的真正意义 从本质上来讲 上帝所赐的都是好的 当上帝赋予我们体验祝福及其改变的能力 将他的良善转向破坏性的目的 上帝给予我们祝福和咒诅 但上帝并没有给予咒诅 只是给予改变他祝福的选择和能力 另一方面托拉提到当主你的神将你带入这片土地时 你将在激励新山上宣告祝福 在以巴禄山上宣告咒诅 这谈到了我们对生命的两条道路的阐述 其中隐藏的善可以被接受并且被视为实际的咒诅 人生的旅程中拥有各种各样的祝福 但我们通常只看到表面的祝福 满足于肤浅的快乐 然而更深层次的祝福 总是借着困难和痛苦进入世界 我们一开始并不认为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和不幸是祝福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认识到他们带来了真正的祝福 摩西顿促以色列人认识到耶和华神 让他们在善恶之间做出智慧的选择 他们的选择将导致祝福的生活或者咒诅的生活 咒诅实际上是一种在我们有限的世界中 无法理解和结实的祝福 因此他必须伪装成咒诅 我们的挑战是如果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待咒诅 就不会陷入对神的怒气的陷阱 因此痛苦和消极性的存在是为了给我们提供自由的选择 反过来自由的选择的存在是为了使我们能够为我们的选择赢得回报 因此我们不必觉得不配神所赐予我们的祝福 当我们认识到邪恶的存在 只是为了给我们提供拒绝他的自由选择时 我们与他的争斗就会变得轻松和容易的多了 我们如何看待事物将决定我们所看到的 你的生活是祝福还是咒诅 更多的取决于你自己的观点 而不是实际的艰难现实 我们所看到的取决于我们所寻找的 在腿椅块田地里 农夫会注意到庄稼 地质学家寻找化石 植物学家欣赏美丽的植物 艺术家感受训练的色彩 运动员发现比赛的场地 同样也许我们都看到同样的东西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寻找到同样的价值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所寻找的 要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你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如果你的冰箱里有食物 身上有衣服 头上有屋顶 有睡觉的地方 你就比世界上75%的人都富有 如果你的银行里有钱 你有钱包和零钱 你就是世界上前8%的富人 如果你今天早上醒来时 身体健康多余疾病 那么你比本周无法幸存的数百万人更有福气 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威胁 没有经历过监禁或者酷刑的痛苦 或者没有经历过可怕的饥饿折磨 那么你比7.5亿活着而受苦的人还幸运 如果你能读到这条信息 你比世界上30亿根本不认识字的人还要幸运 摩西告诉我们 当我们选择将妥拉视为赋予生命的书 然后做出选择 以与现实保持一致时 我们就是在选择生命 但这个世界的现实 让我们迷恋于反律法的事物和行为 当我们做选择时 我们是在祝福和咒诅生与死之间感到困惑和犹疑 陀拉被称为生命之书 让我们带着神所赐的眼光去看待世界 以新的眼光看待事物 看见世界本质中的真实 这将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更善良的人 也将帮助我们更接近神 更爱我们的同伴 如果我们知道 如何看到生命中神所赐的祝福 而不是咒诅 我们就会更快乐 更能感恩 通过从神的眼光看待生活 我们才能学会如何数算祝福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意识到 我们如何被神看顾 供应 保守和抑制 神给予人类自由选择权 遵行神的诫命 旧必蒙福 不遵循神的诫命 偏离神的道路 去侍奉别神 旧必收获 陀拉是人生的指南 教导我们如何选择生命 拥有祝福的人生 愿神祝福你拥有不一样的眼光 看见神话语中的奇妙 看见遵行神的诫命 带来与神的连结 看见与领受神所赐的明显的祝福 和有时出现的隐藏的祝福 愿神祝福你拥有非凡的听力 听见并且回应神的呼召 愿意遵行神的一切的诫命 神的祝福就倾倒下来 在你和你的家中 在你的社区 你的工作 场所 你的城市和国家 成为闪耀的光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 更多的奥秘 让我们一起从西伯来原文 和犹太根源 学习陀拉 陀拉是神的教导 人生的指南 欢迎订阅分享 耍动说人给予一个 祝福的赞美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